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周红霞 我是暖色茶宫间的主人 从小就有一个情节 因为我们家门口有一片茶山 所以我对茶其实 应该算是骨子里就有一种热爱 有一些客户老师会提起老虫位或者什么 但因为自己没有亲身去过茶山 也没有切身去体验 所以这一次也是比较机嫌巧合 去到了同木关的副总那边 他带我去山里走了一圈 让我才真正的认识到 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老虫红茶 那天早上我们跟副总 从山下到山上经了一个多小时吧 然后那个地方海拔在一千三百米左右 周边环境就是跟我梦境中的状态很像 我梦境当中就有那么一条小河 小桥流水 溪水流流 然后呢 漫山遍野的野花 然后还有蝴蝶纷飞 老虫的茶树也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它是原生菜的一些茶林 它有近百年的树林 然后它的茶树的树种 相当于杭州西湖龙井的群体种的概念 就是相当于是 我那边的方言就是算它是土茶 我对老虫的认识是它有苔藓 我看到的茶树它上面的苔藓 是已经接近一束茶叶的叶枝 距只有一指左右的长度 副总跟我讲 像这一片茶园就是比较适合做老虫红茶 老虫味它有几个要求 一个是它茶树的原料 其一 其二就是说工艺也是非常关键的 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才可以制作出有虫味的红茶 老虫的口感它木质味会比较丰富 然后会有纵香 它有时间的沉淀在里面 所以它的内含物质会比较丰富 就感觉跟一个老者在聊天 他要慢慢的跟你讲述他的故事一样 比较有包容性 喝完之后会让人会觉得比较安静愉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